我们都知道 机头它是具有稳定性的 就是无论我们怎么动它的身体 它这个头始终都会保持稳定 所以今天我打算把这个运动相机 装在这个机头上面 看看我们能不能获得一个 异常平稳的画面呢 兄弟 打起精神啊 哦 你说收到是不是 来来来来 站好站好 不要动啊 我现在把这个套在你的头上 别启动别启动 完蛋了 你的头怎么这么小 你头不是很大吗 好像是套不上了 而且你这个头的承载能力 太弱了吧 相机放上去你就抬不起来头了 没想到这个实验一开始就遇到了这么大的挫折 一方面我是高估了这个功绩 它头的大小 还有一方面我高估了它头的这个承载能力 导致这个运动相机不能够装在它的头上 兄弟你说怎么办呀 这个视频怎么录下去 不过我们可以演示一下它这个头的稳定性的效果 但是我感觉这个兄弟好像有点恐高啊 它头一直在往下看 把我们下来 安全了没有 看到没有 它的头是很稳定的 我现在拿来了一个手机稳定器 看看是不是跟机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来同时对比一下 那么这个机头的稳定性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但是这个视频非常遗憾的一点 就是我们没有得到这个机头视角的画面 等我下次找到解决方案之后 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但是这个机嘛 特别是这么漂亮的打工机 它最大的作用应该不是用来做实验 应该是 所以我的下一个视频很有可能是一个美食视频 这位兄弟就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跟大家见面 对不起 开玩笑的 小鸡鸡这么可爱 怎么忍心吃它呢 如果你能飞的话 你就飞走吧 fff